《昏营》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467集 拿着玩意儿没什么办法 如今情况不同 大眼墨族元气大伤 连王主都重创在身 而且小小老祖还会隔三差五地去探望探望他 让他连疗伤的机会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 一座玉柱及墨巢落在人族手上 就大有作为了 整个末朝在大眼观收复之后 就被挪移到了这边 由政法师们出手布置法阵 隔绝内外 免得末朝之力扩散开来 毕竟末之力这东西扩散开 对人族也有些麻烦 事已如今的俘禄上的情况一目了然 巨大末朝处理在俘禄中央处 由政法隔绝 外围不存半点末之力 人族将士们是可以自由活动的 如今坐镇此地的乃是大野南军军团长欧阳丽 虽说不怎么担心 墨族会跑过来抢走末朝 但凡事总得一方万一 这边就需要强有力的武者来坐镇 军团长是最好的选择 之所以是欧阳丽 也是他主动要求的 反正他也在疗伤期间 在大野军内还是在这边都没有区别 两地距离也就小半日路程 南军临时军府司便设在这边 杨开来到此间得了通报 迈步入内 见得脸色微微有些苍白的欧阳丽 正在训斥自己的弟子 你个被懒货 让你去大野军讨些酒水都磨磨蹭蹭 真不知道你长这两条腿是做啥的 公脸传媒大眼的在欧阳烈面前 任由欧阳烈兔沫星子乱飞 也是无动于衷 显然是早就熟悉这情景了 等欧阳烈训斥完了 公脸才懒洋洋地说道 师尊 你师叔说了 你有伤在身 不义过度研究 叫我看着你好好修养方式正当 欧阳烈把眼珠子一瞪 鼻孔都快朝天了 结傲道 米师叔米师叔 到底老子是你师尊 还是米大头是你师尊 拿手戳着公脸的脑袋 从小就教你要听师尊的话 你倒好 老子说什么都不听 米大头说什么你都听 明天我就把你捉出门墙 你去找米大头办事吧 可怜公脸堂堂欺品开天 被欧阳烈如小孩子一般训斥着 杨开看得眼皮子直跳 而且米大头是什么鬼东西啊 米金伦的脑袋也不是特别大呀 师父教训弟子 场面过于激烈 杨开觉得自己还是不要观望的好 正要退出时 欧阳烈忽然扭头望来 仿佛才看到他似的 杨小子来了 杨开只能硬着头皮抱拳 见过欧阳大人 龚师兄 龚烈回了异地 欧阳烈笑呵呵地走过来 一把揽住杨开的肩膀 亲热得不行 来得正好 关内那边传来休息 说要你来布置一座传送法阵 这边材料都准备齐全了 你看看在哪里布置比较合适 杨开来这福落 为末朝是私心 另外还有一庄宫室 象山要他帮忙 在这边布置一座空间法阵 方便关内和这边来往 自然会提前知会欧阳烈的 哪里都行 欧阳大人觉得哪里合适 我就布置在哪里 杨开陪笑着 欧阳烈唏嘘道 哎呀 我那弟子要是有你这么听话就好了 整天给人着赌 你说欺人不欺人 杨开能说啥啊 只当耳旁疯了 欧阳烈忽然压低了声音 有酒没有啊 你可别说你没有 老子知道你的小强昆虫 圈养生灵 又杀又杀 那眼神有杀气 仿佛杨开口中蹦出半个步子 便管杀不管埋了 杨开叹了口气 劝解道 欧阳大人 你声势未愈 还是不易饮酒的好 少跟米大头一样 跟我说教 与莫族百五十年争战 老子忍了百五十年 若见打赢了 还不许喝酒庆祝 那门子到底 休得啰嗦取酒来 这般说着 搂着杨开的胳膊上一用力 杨开顿时感觉 自己的骨头有些错位 须于一处空地上 杨开忙碌不停 布置着空间法阵 一旁 欧阳烈坐在一堆酒坛子中央 开怀畅饮 喝一坛子便叫一声爽 心情美滋滋 他身边不远处 宫脸忧愿地看着杨开 搞得杨开都不好意思 跟他目光对视 布置空间法阵这种事 对杨开来说不要太简单 材料准备齐全的情况下 没用到半个时辰 便已布置妥当 大眼官那边 也早就有一座法阵 与此地遥相呼应 杨开亲自入阵 传送检查一番 确认没有问题 这便交付使用了 欧阳烈此时已引致憨处 卧地斜坐 手掌亲拍膝盖 高歌不休 还别说 欧阳烈长得粗犷 歌喉却很不错 杨开虽不知他在唱啥 但那歌声中却自有一种豪迈意境 来到欧阳烈身边 杨开抱拳道 欧阳大人 空间法阵已经布置妥当了 嗯 辛苦了 欧阳烈有酒在手 脾气好得不行 另外弟子还有一桩不情之请 假 弟子想取一座紫巢 安置尽小乾坤 用作小乾坤中的一些弟子的修炼 大人应该也知道 弟子小乾坤中走出不少六品七品海天 他们在踏入墨汁战场之前 从未接触过墨祖 若是能在他们成长之期多面对墨祖 对他们日后真的上了战场也有好处 欧阳烈闻言汉手 不错 不过这事你与我说没用 我就是个看门的 此时你还得争得老祖的同意才行 老祖那边已经同意了 说让弟子过来找你 嘿 老祖同意也没用 弟子不解 欧阳烈伸手一指 身后被阵法笼罩的巨大莫潮 因为咱们现在拿着玩意儿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什么意思 杨开听得更迷惑了 欧阳烈往嘴里灌了口酒 这才指挥公脸道 带他进去看看吧 公脸应了声势对杨开道 杨兄随我来 有劳 跟着公脸朝墨朝行去 半道上杨开苦笑道 公兄勿怪 我也是逼不得已 说的自然是欧阳烈要酒的事 唉 师尊执意如此 杨兄反抗不得 我知道的 其实啊 师尊如今的伤势已经稳定 少饮无事 米师说只是怕他贪悲 所以才叮嘱我多看着点 公兄也不容易啊 哼 师尊与我有养育教导之恩 如今公卯修行有成 也能独挡一面 自该回报师尊恩情 这点小事算不得什么 说话间 已经入了末朝内部 对末朝这东西杨开自然是熟悉无比的 他进出过很多末朝 其中有领主级的末朝 也有御主级的末朝 末朝能够彼此勾连传递消息这事 还是他打探出来的 在此之前 人族对此事一无所知 可以说放言整个人族 恐怕就没有比他更熟悉末朝的 米师说要末族留下这末朝 本意是想借助这末朝 打造一个属于人族自己的情报网 若是能如末族那样利用末朝 日后咱们人族彼此间 消息传递就方便多了 杨兄也知道 各处关外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 而且大战若起 一支支大军之间的联系也不容易 此事若是能成 对日后的远章将有极大注意 杨开汉手深以为然 如今这边末朝的情况是这样的 投入资源没有问题 那末朝自有吸收资源能量的本事 不过在吸收了资源之后 所有被吸收的力量 都会被自主转化为诞生新末族了 根本无法用来催化紫朝 什么远言 杨开昼眉 他也没见过更高级的末朝 催化紫朝是什么样子 但在他想来 此事应该不难才对 因为我人族 如今没办法控制这末朝 杨兄或许知晓 想要控制末朝 就须得将自身神念勾连着末朝意志 将己身与末朝化为一体 方能控制自如 不错 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勾连末朝意志不是问题 问题是 末族那边早有埋伏 我人族一旦勾连了末朝意志 瞬间就会遭遇十多位御主力量的袭击 那是神魂力量的较量 单打独到 我人族八品自制不去 然而如今 我人族只能孤身上阵 末族那边却可以借助不同末朝 群起而公职 没有哪个人族八品能支撑得住 之前尝试过的几位八品总阵 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杨开恍然大悟 这事他经历过 曾经他勾连末朝意志 打探高级末朝位置的时候 便在那诡异的空间中 被末族领主们的神念围攻过 公联继续道 老祖亲自出手过一次 不过那些御主们 应该是察觉到了老祖的威势 在老祖神念进入那诡异空间的时候 他们便主动退去 让老祖也无可奈何 遇之后事如何 魂营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第4468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